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中共改革开放的龙头标杆 上海居然需要向偏重政治而非经济的首都北京 学习改革开放与创新的经验 李强此情的确奇怪 江维平分析称 这真是非同寻常 过去哪有这样的上海跑到北京去学习经济发展方面大计 其实这就是打个幌子骗老百姓和基层官员 实际上就是奉习近平的命令 李强到北京去领旨了 江维平认为 节假日期间 封江大力们都在做什么 是判断中南海政治动向的重要情欲表 他翻查了各地官媒的报道发现 习近平的另外两个心腹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 十一期间一直隐身 没有公开报道 江维平说 节假日 领导是不是应该在本地第一线开个会 剪个彩 搞点活动 做做样子 结果没有 统统消失了 我估计应该都云集北京了 孙力军9月30号被双开 傅政华10月2号落马 显示中共内斗不仅没有因为十一长假而放松 反而随着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临近 有加速之势 观察人士普遍预计 在明年夏季之前 习近平与反习势力的博弈还会加剧 江维平半调侃的推测称 李强 蔡奇等这些江新军的核心们 正在巨头讨论如何大战江曾邦 海外政论家邓玉文日前在《德国之声》发文分析称 二十大对于习近平而言 比十八大和十九大更重要 因为二十大是他破坏政治惯例后的首个党代会 习不担心他不能够控制住局势 对这点自信他应该还是有的 他要的是将二十大开成一个所谓团结胜利的大会 换言之二十大对习近平的意义 不在于他能连任 而在于他在全党 尤其党的高层无意义的连任 也就是没有任何公开的反对声音 如果出现这样的意义 他会认为这是他的失败 因此邓玉文判断 傅政华的倒下并不意味着政治整肃的尾声或结束 倒可能是新一轮对高级官员大规模清洗的开始 而李强进京的目的可能就藏在这些线索的背后 近日中共军机频繁找台 令台海局势骤然升温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6号表示 面对周边的情势是40年来最严峻的 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资深分析师戴维斯 和香港进会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高靖文 以及美国退役陆军中将麦克马斯都指出 明年秋季中共二十大前后 中共最有可能对台湾发动攻击行动 而2024年至2027年也是台海遭遇战争风险的高峰期 历史学者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博士 在他的节目中则表示 中共二十大前不会攻打台湾 因为武力攻台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而且美日澳甚至欧盟和韩国都会强引回击 那样习近平的连任就会变成泡影 习近平绝对不愿意给自己的连任增添任何的变数 连日来美国 英国 德国等民主国家纷纷表达关切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日在巴黎表示 强烈敦促北京停止胁迫台湾 并强调美国对台承诺坚如磐石 英国外交部6日表示 中共军机近日在台湾一带频繁活动 对区域和平稳定没有帮助 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5日表示 英国致力强化与印太区域的连接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打击群的行动部署 展现了英国深化与印太区域经济 外交及安全伙伴关系的意愿 德国外交部副发言人伯格丝毫呼吁 相关方面切勿采取导致破坏区域稳定的举动 并强调改变现状仅能以和平方式 并且在双方同意下进行 对此张天亮指出中共一旦武力攻台必然遭到国际社会的制裁 中国现在能源和粮食都依赖进口 国际制裁会让中国陷入缺粮缺电 而且出口完全停滞的窘境 这是中共不可以承受的 此外张天亮认为习近平是个胆小怕事之人 面对国际社会指责中共隐瞒疫情 在香港新疆迫害人权 以及在南海台海制造事端 习近平甚至不敢直接面对各国领导人 只敢关起门来偷着干 他又怎么敢发动战争呢 习近平自疫情爆发之后 已经600多天没有出国访问 引起了多方的关注和讨论 张天亮还表示 习近平也不敢把枪发给军队 因为他担心军队倒戈 张天亮认为 习近平对台湾最具威胁的招式 其实是对台湾进行渗透 包括意识形态的渗透 让台湾人觉得中国大陆也很自由 繁荣强大 投降不投降没多大区别 日子还是可以继续过下去 还有就是中共对台湾军方的渗透 在军方里面安插很多他的特务间谍 去渗透和瘫痪台军的指挥系统 张天亮表示 台湾不应该只把眼睛盯着对岸 而且要看一看自己这边有没有什么内鬼 这个是台湾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根据路透社消息 10月6号欧洲议会金全会表决 以550票赞成 83票反对 55票弃权 高票通过了 展望欧盟美国关系决议 这项决议强调欧盟必须与美国就保护中国少数民族人权 降低南海 东海 香港以及台湾海峡紧张情势的议题 寻求共识以及合作的可能 同时 决议还指出欧盟正在推行的印太战略 应强化与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纽西兰 以及台湾等美欧共同民主伙伴所扮演的角色 另外还呼吁强化欧盟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伙伴关系 及协调工作 台湾外交部7日表示 台湾对欧洲议会再度以具体行动 高度关切台海的和平稳定 表示由衷欢迎和感谢 因为质疑长津湖而遭到官媒炮轰的媒体人罗昌平 10月7日在海南三亚被捕 三亚市公安局吉昂分局在8日下午发布通告称 罗昌平因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在7日被刑事拘留 微博管理员发布消息称 已经关闭了罗昌平的账号 罗昌平是前经济杂志副主编 6日他在个人微博发文 将长津湖中的被冻死的冰雕连称为沙雕连 沙雕是中国网络用语 意思是指愚蠢 他同时也质疑当年参与朝鲜战争的正义性 中共力推的洗脑影片长津湖意外引发了一股探寻历史真相的热潮 有评论指出 长津湖之战 中共以十倍的兵力包围美军 结果却付出了十倍的伤亡 还让美军全身而退 并带走了所有伤兵和重型装备 而且还带走了近十万撤退的平民 然而侮辱诽谤英烈罪 今年三月被列入了刑罚 曾任记者网名为蜡笔小球的酋子明 是第一个因为所谓诋毁英雄而被抓的人 今年二月 酋子明发表言论质疑去年中印边境冲突中 五名被中共称为英雄的官兵 同时另有六人因质疑中印冲突中 中方死亡人数而被以侮辱英烈罪拘留和起诉 其中包括19岁的美国永久公民王静渝 苹果iPhone 13系列智能手机 开始在苹果官网和各大电商平台销售之后 中国大陆各平台都遭遇到了抢购风潮 为确保iPhone 13正常发售 苹果公司早早将订单 委托给供应链上下游工厂 苹果供应链上负责整机组装的富士康郑州厂区 不得不加紧招工20万人加快生产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富士康在加速招工 但根据官媒央视财经报道称 目前已经有超过34家中国供应商企业 被踢出了苹果产业链 例如中国触控面板厂欧飞光 去年被美国列入制裁清单之后 今年3月遭到苹果从供应链中剔除 市值一度蒸发了人民币将近400亿元 欧飞光发布的2021年上半年财报显示 欧飞光上半年的营收净利润减少至3400万元 同比暴跌超过90% 央视称 要尽快摆脱对苹果的依赖 科技企业应该加大自主研发的投入 并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才能走得长远 对此台湾东吴大学旗管系兼讲师林修明 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指出 中国在通讯领域实力还很薄弱 无法立刻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林修明认为中国声称发展第三代半导体 试图弯倒超车 这是一个很大的豪赌 第三代或其他先进材料 欧盟 日本 很多公司更积极地在做 所谓的自立自强不是一两年 几十年的努力都有可能无法呈气候 据悉 受到中美贸易战和疫情的影响 全球产业供应链的重组已经是趋势 不少产业链开始移出中国 有分析指出 近来中国的停电限电将加剧这一趋势 10月5号 在央视总台11期间 推出的纪录片《红色秘档》中 出现了中共央视主持人朱军的画面 这是朱军涉嫌性骚扰案胜诉之后 首次现身央视屏幕 总部设在北京的大外宣多维报道称 虽然朱军此次出境仅有短短的几秒 但他能在风波之后再次出现在央视节目中 代表了央视对他的态度 或者是说朱军付出的标志 但报道也称 虽然朱军胜诉 但作为曾经的央视一哥 朱军的职业生涯与个人口碑已经进毁 并提到起诉朱军性骚扰的悬子决定上诉 中共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预算 今年十一期间长假七天 国内旅游共计5.15亿人次 仅恢复至疫情前同期的70.1% 国内旅游收入则只有疫情前同期的59.9% 无论是人次或消费金额都比去年还低 那么好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订阅 留言和转发 我是婉婷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